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这能好吃吗 买这个蛋糕的主要原因是 我考虑啊 对于专业人来说啊 这完全insta风格 拍照更重要 是不是无所谓 这个不好看 挺好看的呀 这是圣诞的风格吗 这真的呀 我们想带 非兰的圣诞爷爷的老家吧 他们说了23日晚上 他出发了 去各个国家送礼物的 出来晚了呀 现在入境还得五家三吧 所以不来中国了 已经可能来不了 一 二 一 老郭 一般般 快着吃蛋糕价值50 加一个盒就200多了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韩剧推荐推荐 有一个特别火叫了 帝主家的傻儿子 东东基的 收视率挺高的 财阀家的小儿子 对 马上要松回桥的电视机要上 我最期待就是鬼怪的The Glory 这个应该会很好看 还有什么推荐呢 看了三集一般般 最近我在怀旧看那个神标侠侣 近期就想看一看 以前小时候看的电视剧 老了就爱怀旧 他太骚扰了 哈哈哈哈 你还好不须 我还是想知道 我还是想知道 你会好不须 我还是想去跟他的脖子 你 大家好 我老公 昨天晚上开始身体不舒服 有点发消 38度以上 劝他吃 但是他说什么 得泡脚 不应该吃药什么的 真的不理解 就吃一片药 就能解决的事 他为什么这样子的呢 为什么不相信科学的方法呢 刚才他吃了晚饭 我让他 我眼前吃 我才能放心 然后他吃了 现在这么现代的时代 他为什么用那种 古代的方式解决问题呢 我也会就一两三天 之后会变羊吧 心里祝备 我这个可能只是 着凉呢 我也没测 那就测呀 抗原得节约点点用 什么时代 咱们家有一个羊 可爱的小狗 吃狗狗 羊肉 我要酒精讲的 清炒人吗 如果要是老吃药的话 自己的免疫力就太弱 我就是因为昨天开始 看神雕侠侣 所以 舍不得用 你觉得是吗 是 我给你弄 过来 这边太疼了 这鼻子痛了 不会白发烧了吧 你休息吧 白发烧了 继续吃药 让没羊 你想羊 然后自由的 这不是白发烧了吗 这可能是着凉了 对 健康了 没事了 就发烧了一天两夜 没事了 所以这个不是 就着凉了呗 不过发烧瘦了 差不多快两公斤 少吃药 靠我自己的免疫力 消灭它们 我那稍微着凉的时候 马上吃药 那就没事了 但是你已经着凉了 哎呦 泡脚 哎呦 不要洗澡 这是我的免疫力就强大了 那你下次又感冒啊 提升你的健康和时间 网友评价一下 是不是 尽量少吃药物 靠自己的免疫力提升 对 但是自己已经有反应的时候 还不吃药 每次你都靠吃药 帮助自己的免疫力 打败病毒 那以后 自己的免疫力就不工作了 就等着药来了 不会 免疫系统 它们不是这样做的 哎呀 别气我 我是个病人 你现在气我 我就有点难受了 今天吃烤鸭 现在这个外卖送的真快啊 正常的 运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 好吃 松东西谈恋爱了 一个英国人 说有人给他介绍了 会结婚吗 已经在这时有这么大的专时 结过一次婚了 居然还想不开要去结婚 几次生活训练 很多美女都是 我爸我爸的小女 你为什么呢 可以谈恋爱啊 不是画画公子 自想也是很正的人 所以不是娃娃 我的意思是 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 已经知道婚姻生活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为什么还要选择结婚呢 他的婚姻结果 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子的呗 那你觉得分手也好 离婚了 那个人找了一个新的人 比你帅 比你有能力的人 对你的伤害更低 还是找到比你差的人 觉得你心里更踏实 他如果在我所在意那方面 比如说我特别在意金钱 他说我找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我就会很在意 反思自己是吗 对 他确实没有钱 所以跟我分手了 就心里可能更郁闷一些 比如我特在意很相貌的话 就我一直觉得我特帅 他因为跟我帅才好 结果他找了一个更帅更帅的人 哎呀原来我一直这么自恋 其实人家能够找到更帅的人 但是人不会就一个标准来判断 比如说我就跟你分手了 然后就找了一个 我想找谁 你直说吧 你想干嘛 你说说你看上谁了哟 我说最近遛狗 比如说我找了松仲基结婚了 最近遛狗 那是你是怎么想的 干嘛去了 找松仲基结婚了 哇塞 我的媳妇还有这么个能力 这不得到处跟人说去 以前就是我媳妇 那比你差的人 没什么感觉 结就结了呗 是这样的 对呀 这两个人如果离婚或者分手 如果两个人都没有感情了 分开之后 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生活的 我是这么理解 阿姨老公跟我分手之后 找了一个 全志贤 全志贤为了我分手了 有什么感觉 可能不是真的发生了 所以现在觉得没什么 那比如要是 真的发生了可能又不一样 那比如不是全志贤 哎呦啊年轻的 还有谁 你喜欢那个哎吧 因为我有信心 我也能找到比你厉害的男人 我有这种信心 咱们俩在这互相耽误什么进去 但我不相信老公找到比我优秀的女人了 我是最大线 最大的 上线 对啊 所以 没法跟你分手了 知道吧 我那是能找到 哎呦喂 幸亏吃完饭了 要不然这都吃不下去了 肯定啊 是吧 你发烧了吧前两天 你烧糊涂了吧 说说这个好吗 比你强 哦 不好 那是那是 比你靠谱 起码人家还能溜溜我 你呢 一走走半年走一年呢 嗯 这个好 比他靠谱是不是 过来 这个好 不好 这日子没法过了 谢谢大家 今天来烙越南 小珍你这是要逆天呀 读什么博士 学什么文化产业 找一个厨师学校 现在早已经和白公园 成分韩国餐饮业的 汉壁江山了 这是越南呀 完全是越南的风格 嗯 啊 自己也太厉害了吧 很好吃 好棒玩意 太好吃了 我觉得你在做饭后面有天赋 今天状态好 下次让我再做一点 就可能味道越不一样 就是不稳定 对 不能开餐厅的原因 这个呢 牛肉 外形酸 这样可怜的眼神 好像吃了那么多肉 烤鸭 好像吃了烤鸭条 是不是 但是我还要吃烤鸭条 新年快乐 吃年糕汤 好吃吧 好吃 嗯 今的一年逐渐的呼呼正常了 我买的抗原和药 居然已经迅速发货了 他们生怕我退款 看来现在的供应是跟上了 今天吃牛肉 开心不 有名 慢慢吃 省着就要吃 懂不懂 吃 说咱们这样的人属于阴险小人 阴了 还没养 所以 很危险的 每天小心生活的人 蟹棒加锅腿 很多人养过了 昨天跨年 属于什么商场 人特别多 他们这种人叫养刚之气 已经养过了 刚好 去哪玩都有底气的人 小周出去玩吧 最近不敢出去玩 主要是因为正小人有正事 等正小人干完正事 就随时可以出去玩了 韩国没有什么年度总结 关键字之类的 如果一个字总结的话 你的生活 你的感受是什么 没什么变化呀我 这其实很多人的想法 好像就稀里糊涂的 就哼过去了 老公呢 今年的关键词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字 酸 今年之前 我从来没有做过核酸 今年第一次做核酸 就是因为春节之前 送你去机场 回来之后就弹窗了 三天坐两次 从那开始就不可收拾 北京从五月份开始吧 每天一坐 三天一坐 两天一坐 就一直没断过 今年真的就是做核酸的一年 这个酸呢 其实还要一个意思 就是内心很酸 为什么 这一年就很心酸的感觉 孙楚 二三年会干很多事 中国的疫情也快结束了 来源吧 不过现在进来中国入境 还是挺方便了 1月8日开始 但是现在出国不方便了 韩国现在要求是什么 48小时核酸上飞机 然后下飞机之后 在机场又做PCR 核酸结果出来之前 指定的场所等 如果是赢了就可以出去 凉了 后续的资料费用都是旅客负责 韩国大使馆1月2号开始到2月份 不能办旅游签证 2013年希望毛性的事多点吧 必须 加油 新年快乐 初年快乐 安娘大家新年快乐 二三年一起加油 健康 幸福 必须 各位老师你好 我是博士研究生郑少珍 在著作群过度强化的文化产业时代 回顾文化原本的意义 21世纪以后 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名义 其成长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